还有希望 知情人士透露小曾落选后 多支NBA球队向曾帆博团队联系 表示兴趣 此前曾视讯来往两次 2022年选游大会已经结束 来自中国的小将曾帆博 最终遗憾没有获得选球席位 不过成为落选秀 并不代表曾帆博没有进入NBA的机会 据知情人士透露 曾帆博在选游大会结束后 当天经理团队就收到了多支NBA球队的来电 对曾帆博表示兴趣 这意味着曾帆博很有可能在选秀后 通过双向合同与NBA球队签约 以另一种方式成为NBA球员 这在NBA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此前小培顿 林书豪 甚至本华来士都是在漏选后 通过这种途径进入联盟 并且取得了成功 因此按照目前的形式 小曾进入夏季联赛大名单几乎没有问题 而如果在夏季联赛表现亮眼的他 也会收到一份NBA的合同成为正式球员 除此之外 小曾团队也透露 曾帆博在视讯中脚伤并没有全域康复 在近十次高强度视讯中 甚至还需要通过服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 并且小曾在视讯中表现都十分亮眼 甚至来网队还视讯了小曾两次 看来即便成为陆选秀 曾帆博还是有着不小的机会